防疫三级警戒期间 金门9号晚间竟然传出金大学生6名 因为玩水而受困于离岛500公尺的青岛外海礁石上 暗巡队紧急救援未果 现消防局拒报火述派出大批的人力 摸黑将他们成功的搭救上岸虚惊一场 夜间19点50分接获报案 在沙美清雨潮雨海边 有6名民众受困礁石请求救援 那本局必急出动两艘橡皮艇 以及相关救援人员 以及疫消水上救生疫消 都到现场进行救援 到了现场之后 发现6名民众分别是四男娘女 受困在距离岸边500公尺远的礁石上 那因为正值涨潮期间 现场显向还生 在岸边又固满了鬼条材以及渔网 本局同仁很小心地将船艇下艇之后 迅速地到达他们受困地点 将这6名民众受救援下来 虽然四周一片漆黑 但训练有数的消防人员纹身变味 平稳使上礁石的方向 在安全停靠点后登上礁石 让受困一段时间 显得焦躁不安的6人 分两个梯次救援上岸 成功完成了一次岸液海上 救援的任务 这6名民众在教堂上 已经有收困一段时间 所以很担惊受怕 好险都没有外伤的情况 也不需要送医 那至于了解 这6名民众是到海边 进行休闲活动 那不慎因为长潮 受困在教堂上 无法返回 昨天晚上19时50分 在本辖青衣海滩 有6名大学生 因细水滞留海上救援以岸 案经警方调查 6名精卫带口罩 本分级将依传染病防治法 含送卫生局着处 现消防局长王世璐 肯定同仁平视训练精实 研究的过程处置得一 也提醒民众 避免在危险的时间 前往危险的区域 以免发生意外的事故